我们走过了近半世纪 国防孤立无援的沧桑岁月 在那样时空背景里 孕育了我们为着确保国土安全 而成立专制研发国防科技 与生产武器系统的单位 从一无所有到可以站上世界舞台 中科院本着以系统工程为核心能量的大架构下 写下了一页页令国人骄傲惊艳的成绩 中科院为各军种以任务需求不同 而研发各式国防科技装备 使三军将士拥有高科技高可靠度的防卫能量 让国防得有不受制他人设限的自主研发系统 在此国际军事科技大跃进的时代 中科院不曾稍有些代 一直保有最先进的国防科技 再结合国内产观学的雄厚实力 成为自主国防 军民通用之科技整合机构 在朝向世界级国防科研机构而漫进 在84年开始 中科院参加了交通部跟经理部的科技招案提案 将中科院的国防科技转造成民生科技或产业科技 民国103年4月 中科院正式转型为行政法人之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让中科院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之国防科技团队 我们要研究全世界现在的科技本身的发展趋势 由中科院自己提出来 哪些科技我们要先准备 国防自主 是国力的提升 不是资源的消耗 不但要技术深耕 而且还要扎根到底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计划 是很亮的一个成果 其实都是我们十年 二十年之前 就努力扎下来 这些基础工 结合起来 任何一件武器系统的研制成军 都眷刻着工程师们 在追求理想信念时的坚毅路程 中科院只为着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坚守岗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